因為這個很特別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非常費工 好 我來拿一下 這個製作非常費工 這個刀 刀它不是一般的工作刀 小心地拿 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華麗的刀子 所以它的刀其實很長 很長 然後很有特色 就是它握著這個刀把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裝飾 好像是一些金屬 然後這個刀殼 它也是金屬的裝飾 這都是早期像父親 他們那一代是自己做的嗎 對 他們自己做的 像它這個鐵片也是這樣 就是用手這樣慢慢慢慢做起來的 這個算是藝術品 像這種有裝飾的話 那通常就是做結婚時候的聘禮 像一官做刀沒有什麼裝飾 那這個是屬於聘禮用的 像這個刀鞘都感覺有金屬 應該是銅 然後還有打一顆一顆這個釘子 那這個刀背有百步舌 蘆凱族的圖騰 那這個眼睛有一些花紋、紋飾 這個工藝是非常的精美 這刀很特別 可以拿出來嗎 知道這個叫什麼 大概都是金屬 還好呢 這個也是年代已久了 所以這個刀子很長 所以同意你說這個不是到山裡面打獵的時候會帶的 不是會 一個是裝飾嘛 一個就是說結婚的時候下品 那樣的 這是非常珍貴的刀子 可以把它掛 還有很多的過去的劣距 還有這些像毛一樣的劣距 那這邊感覺是一些桃湖 這個我要問一下公主 這些桃湖、盧凱族 有沒有特別代表的一些意義 像這種比較暗的桃湖是 桃湖跟桃湖結婚會用蝦聘的聘禮 就是桃湖跟桃湖結婚的時候 要當作聘禮用的 那是很尊貴 為什麼會特別的尊貴 因為像常說 我們桃湖是從桃湖裡面奔出來的 所以它是代表桃湖尊貴的 那個生命和命脈 所以桃湖跟桃湖結婚一定要有桃湖 就是表示尊敬我那個尊貴的生命 在盧凱族講是特別重要的 它上面有一個籃子 那個是我小時候的籃子 我睡過的籃子 你的搖籃 你就把它保留到現在 這個是民主珍貴 五十幾年的歷史了 這對你特別的有意義 因為這是出生時候睡的搖籃 它這好像也是用那種編織 那個那是竹子 竹子編的 好特別 有時候把它保留下來 不過我發現傳統盧凱族房子 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去把它隔間 是不是 過去的房子就是它的格局就是這樣子 那個所謂的隔間 以前的話 這邊也是床鋪這邊都可以睡 睡覺的地方有沒有特別說 長輩睡哪裡 有 兒女睡哪裡 有 像過去 因為我們在過去比較保守 那以前不是說 有男生就是對這家有比較吸引的女生的話 他們會來家裡就是做一些 房樂嘛 那年輕人就是坐在這邊 在這個位置 那老人家一定是坐在這裡 就是跟年輕人一起同樂這樣 以前是這樣子 之前有幾次來到部落 都有聽老一輩說 他們以前不能私自約會 對 那像竹子你這個年紀的 還有這樣的習俗嗎 我年輕的時候還是有 還是有 還是很嚴格規定 對 就是男方一定要到你女方的家裡 就是不能單獨約會 你要到女方的家裡 然後這個在追求你當中 都有老人家 一定就是左右鄰居的老人家 就會一起來 然後年輕人就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少女就坐在那裡 然後那個被追求的那一位 他的一些好朋友也會來家裡 就全部都坐在那邊 那兩邊是那個年輕人 那這邊就是老人家坐的位置 對 他們就在這裡看你們 所以你不能做任何的那個 就是延伸也不能對看就對了 連看 連看都不能對看 要偷偷地看一下 那兒子你下次約會的時候 就要帶媽媽去 一定會 一定會嗎 現在也去了 這一代應該就沒有這麼嚴格了 對 沒有 這樣 對 所以你下次約會會帶媽媽嗎 對 過去是因為很保守 然後我們也沒有人口外人的現象 都在部落裡面 所以就是追求 那個男生追求女生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對啊 現在慢慢這些習俗也慢慢都改了 所以這樣都很自由戀愛了 現在已經沒有那個所謂的那個 到敵方家裡 不過以前這樣也是蠻有趣的 可是現在年輕人感覺 哇這個太避暑了 有那麼多長輩在旁邊 就不知道怎麼約會 可是過去的那個婚姻 就是因為這樣 其他他們的婚姻都會維持 就會維持很久 就沒有所謂的 比較少有離婚的現象 反而維持得更久 因為會 就是有時候一個晚上 會好幾個男士來自你幫家裡 然後老人家就會 他會從中間去選 然後就跟這個女兒說 這個這個好你就叫那個那個 可能是這樣 就等於是幫他挑那個對象 爸爸媽媽畢竟生活比較有經驗 所以他看著可能比較準確一點 所以以後還是要聽媽媽的話 當然 這樣子的話 對啊 我現在看到那邊 一件衣服很特別 那是雲豹 雲豹的皮 真的雲豹 這已經都絕雞的動物了 已經絕雞 那一定要看一下 雲豹的衣服這太珍貴了 之前都是看到相片才有 這看到食品還真的是第一次 這個是那個 不是阿妹妹賣的那種雲豹的皮 這真的是雲豹的皮 那這件衣服當時是誰穿的 這是我爸爸的生前在穿的 對 因為爸是頭目 那像一般人可以穿雲豹的衣服嗎 我是沒有看到 因為現在如果要找到 真的是雲豹的皮 大概好像已經沒有幾件 真的是很珍貴 稍微摸一下雲豹 因為雲豹都是傳說中的動物 那聽說在中央山脈的深處 在大鬼湖這個地方會有雲豹 可是很多學者專家去做調查 幫自動相機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過 那都感覺說一直是傳說 不過這可以看到這個雲豹的衣服 真的滿難得的 這可以摸得出來是皮的感覺 這個毛 毛皮 我們舞台這裡好像 我所知道的好像只有爸爸這一件 因為像以前 比如說他們這邊有什麼比賽 要出去表演 他們會來跟我借 借這一件 後來老人家就 好像叫我不要隨便把東西借出去 這樣 對 因為這個要真的好好的保存 因為這雲豹已經幾乎是絕機的動物了 那也可以看到牠的衣服的話 是很珍貴 真的好好地把這個文物 把它保存下來 今天真的很難得這個機會來到 我們家可以看到這麼珍貴的衣服 台灣雲豹確實是神話般的動物 1862年首度出現在科學文獻上 一百多年來始終沒有研究者看過台灣雲豹活體 目前可靠的標本只有一個 由台灣博物館收藏 動物園或早年民間飼養都是其他雅種 不是台灣雲豹 能夠在這裡摸到豹皮 細細端詳它的花紋 真是個意外的奇遇 除了雲豹 頭目家裡的桃湖 木雕 傳統衣飾讓人目不暇急 簡直是盧凱族的故宮博物院 這裡頭不全是盧凱古文物 拿桃湖和琉璃珠來說 有不少是早年交易而來 也有不少是女頭目自己的創作 在這樣環境中成長創作 難怪頭目母女氣質高華優雅 讓人清新 現在要在城市裡面看到 鳥鳥的吹煙已經不多見了 這小時候的回憶還在 來到部落中看到這個煙 感覺就很溫馨了 美玲 美玲 你們現在在煮東西 很多還是用木頭來燒 對啊 因為我們木頭是山裡的東西 而且我們早期就用木頭來煮東西 而且木頭煮起來的東西也特別好吃 特別有那種家鄉的感覺 對 有 因為我們之前也是跟原住民到山上 我們用瓦斯煮的飯跟用木頭來煮就是不一樣 木頭它的味道就是特別好吃 很奇怪 真的 因為木頭燒的東西它特別有原味 所以你現在在煮什麼 我現在在煮那個羊奶頭雞湯 雞湯 聽起來就很棒的感覺 來到這邊除了可以喝到我們羊奶頭雞湯之外 還可以吃到我們道地的烤肉 還有我們族人自己製作的芋粉香腸 那芋粉香腸就是我們採集三芋頭之後 然後我們把它烤乾倒成粉 然後跟豬腸 絞肉這樣子灌進去 我們的傳統美食之一 聽到烤肉 然後芋粉香腸 就聽到肚子都餓起來了 對了 忘了這位是 大哥 你好 辛苦… 不… 辛苦… 你在烤這個是… 烤肉 這就是芋粉香腸 對… 這看起來很長 所以這裡面就是放芋粉 山芋頭… 山芋頭 對… 烤乾之後跟絞肉一起攪拌 看到這個也是木材去烤的 烤肉還有這個香腸 看了肚子都很餓了 大哥 你好 有沒有說你很像日本有一個 明星嗎 有… 有 那個叫甚麼名字 我忘了… 我就演那個末代武士的男子 叫杜鞭籤 是有人這麼說過的 有嗎 有嗎 真的很像 很有個性 那你怎麼認識美英的 有一次去山上 不小心在路上看到她背重物 所以我馬上去好心去幫她背 就這樣就認識了 是這樣子嗎 美英 給她背芋頭 所以我為了要幫她 是的 因為她是我高中的學長 高中學長 所以高中就開始談戀愛了 就有那麼一點好印象了 好感就越來越多了 學長又這麼照顧學妹 自然而然結成一個好姻緣 因為你之前說你是台灣族 是的 你是魯凱族 所以這樣結合起來 哇 這個很特別 平常你們講話 會互相用不同的語言講嗎 大部分都用古語 講壞話的時候 就可以講魯凱族話 會的 就是偏偏就是壞話都學會 OK OK 所以你們現在就夫妻一起 在這邊經營這家店這樣 OK 好啊 我看這個肉 油脂這個 這樣這是用什麼木材烤的 用香脂素 我們當地的香脂素 據說吃了會得相似病 不錯 大哥 很幽默 美英在剛到神山的時候見過一面 當時發言人長老說他是觀光導覽員 結果導覽工作長老熱心地搶著做了 我們卻跑來吃美英夫婦倆的烤肉 來到屋台可以感受族人在巴巴風災後 分工合作振興家鄉的用心 從頭目 長老到嫁進來的媳婦都拿出絕活 盧凱部落更有吸引力了 點心時間到了 謝謝大哥 謝謝美英 客氣 今天次來天氣好像比較不好 然後就是一直下雨 所以一下下雨一下雨又停 所以我們進進出出 不過還好原住民都是非常的熱情 現在來到這邊 剛剛看的就是烤肉還有玉粉香腸 這個剛剛沒看到 對 這個是我們店裡的產品 它叫烤肉捲餅 烤肉捲餅 多了一個像麵皮一樣 讓我們的餐廳有一點多元的食物 就想到說那我們自己做麵皮 包我們自己的烤肉 我們自己種植的野菜 這樣子把它包起來 好 我就從烤肉捲餅開始了 直接拿了 好 好 大哥,你起來 好,來 謝謝… 今天走了一天了 很餓 尤其現在外面都在下雨 這時候聽這個雨聲吃東西 也是滿不錯的 這裡面就是把烤肉包進去 然後還放了一些青菜 對…我們自己種的青菜 很輕鬆 很好吃 一定要吃芋頭粉做的香腸 大家就比較少吃到 然後再配上洋蔥 還有大段 你可以配大段 很香 那個木材去烤的肉或香腸 這個口味真的就不太一樣 特別香 木材就像我們前面那一堆木材 擺得很整形 這種擺板是象徵性 我們努河族的男人的認真工作的象徵 你說那個木頭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對… 所以以前在我們村莊 就是烤凱族沒有瓦斯 沒有瓦斯都是用木材 我們都是去山上去砍木材 回來 像我們去每一家這樣看 你看到每一家看到 就以這個木頭就知道說 這家的男人一定不認真這樣 因為越多就表示說這個很厲害 所以說以前每一家每一戶都在比 好像在比賽一樣 木材越多越多這樣 嫁給烤凱族的男人感覺怎麼樣 很不錯 非常棒 非常棒 對 就是很有安全感 對 很有安全感 身強體壯 你看 砍了那麼多木頭回來 這是認真的男人 那女孩子認不認真要看什麼 家裡整理的狀況 因為我們如果要走進去 家裡都要偷鞋子 那你進去看到裡面的房子 有沒有乾淨 裡面擺整齊 就知道說這個女主人是 有沒有認真在那家 住在雞犬香聞的聚落裡就是這樣 勤快懶散都看在林人眼裡 既是一種底力刺激 也是一種壓力 杜鞭謙大哥看來很享受這種壓力 因此流露出盧凱男兒的責任感 和體貼多情 說起來排灣盧凱兩族的婦女地位比較高 嫁近兩族的女生多半不會後悔 我們就在柴燒的吹煙和這對恩愛夫妻的熏染中 吃了這頓不知道該算哪一餐的烤肉 雨沒有停過 部落和群山也都被雲霧熏染得朦朦朦朦 看來雨霧中的盧凱部落 還有很多等待我們波雲見山的美麗故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